汉城向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,亲自率领人马,到隆西来阁脉,他的人马刚到鲁城,得到了探报,说是司马仪带领重兵,屯在了上规。 司马仪已经来了,这可是个劲敌啊,这说明呢,司马仪已经猜中了,诸葛亮必然是到隆西来阁脉了,因为军粮接地不上,好厉害啊,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? 那怎么能够呢?他想出一个妙计,自己啊,亲自装神啊,挑选了三个小校,招装打扮和自己一样,也坐着四轮车,用司马仪出营,使司马仪来追赶,如果能蒙骗住司马仪呢,然后好搁这麦子啊。 司马仪和张虎,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,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啊,司马仪他们就很紧张,追着半路上,突然几声炮响,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。 司马仪俩,司马仪俩眼有点发花啊,好,这晚上什么呢?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? 使司马仪俩,使司马仪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,你说他带的是人啊还是神啊? 怎么这些人马,污了污涂,污了,瘴儿瘴气啊? 司马仪糊涂了,就在这一眨眼的公伐,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。 哎呀呀呀,司马仪用手一棍马头,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,不敢追了。 司马仪心里头暗暗的盘算,人言诸葛亮啊,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朽天文之地里, 而且这个人啊,还能够呼风唤雨,洒斗成兵,搬山挪海,居神浅将呢? 他善于用用,六丁六甲,说不定今儿晚上,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? 不可能吧? 嘿嘿,司马仪想了想,如果要说不可能,那肯定,他其中有战, 必然是个计计,司马仪是有点懵,第一个懵啊,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, 第二啊,司马仪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忙,到底有莫埋伏, 所以这有点犯犹豫。 你想想,司马仪是全军的主帅,他这一犯循则,首先那小孝就受不了了, 本来这些军孝出大营来追诸葛亮,就提着心吊着胆, 现在一看,嘟嘟都有点害怕了, 嘿,难怪,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, 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, 打打什么呀, 人家对面一仰手,一人一把神杀, 咱们连尸手都找不着了, 干脆咱败得了, 可你们都要看看嘟嘟手里那令旗啊, 那令旗摆没摆啊, 告没告诉你们, 把后队变前队, 现在曹卫军顾不得这些了, 还有的那主啊, 当郎一下, 把那刀就扔了, 有的把旗子也撇了, 砸腿就跑, 人家一跑, 这队形不是就乱了, 刚才, 司马仪和张虎啊, 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啊, 这阵容啊, 这队形还挺像样, 现在忽然弯了, 司马仪走, 这怎么回事啊这, 当时他挺恼火啊, 怎么, 我这还没说撤呢, 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, 不要乱兵了, 他本想啊, 把这些军校给拦住, 那哪拦得住啊, 哎哟, 这几千人, 要是一乱起来, 谁能够阻挡得了, 这些军校就把司马仪给裹下来了, 我怒他想穿这马也穿不住了, 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, 基本上一个人马望下这一半, 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, 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啊, 披着发光着脚, 手里没拿码, 腰里都带着短刀呢, 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, 由后边这一阵眼杀呀, 这时江维和魏严他们由到后边, 也带着人马杀上来, 把司马仪杀得大败, 这一战损失的足有三千多人啊, 司马仪一口气败回了大寨, 他立刻传令, 圆门禁闭, 可不能再追了, 张虎啊, 我说什么来的, 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, 要没有诡计, 他绝不能坐着死轮车来到咱的圆门前啊, 你看见了没有, 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, 就生出这么多汉城像诸葛亮来, 难道他用的是分身发不成, 直到现在, 司马仪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, 他闭着这圆门啊, 闭了三天, 他闭了三天圆门啊, 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, 诸葛亮吓跑了司马仪之后, 自己啊, 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, 回到鲁城来, 天已大亮了, 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, 打车上也下来了, 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啊, 不管怎么说, 我们冒充了一切丞相, 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, 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, 全乐了, 怎么回事, 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, 一个个披头散发光这个脚, 怎么司马仪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你蹬蹬, 无腰瘴气的是怎么回事, 他们不是一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, 这五百军校裂开了队伍之后啊, 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上的光冒烟, 不着火, 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, 火把再这么一举, 五经半叶, 让你看不清楚, 弄不明白怎么回事, 就像蚊子似的这通蚊, 大伙觉得很好玩啊, 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惊, 看见没有, 没费什么吹灰之力, 可以说呀, 玩着就把这仗打了, 其实啊, 这是打了胜仗啊, 说是挺轻松挺高兴, 当时相当紧张啊, 特别是有一位小校, 虽然啊, 招装也是八卦仙衣, 坐的也是四轮车, 在车上可值哆嗦呀, 那司马仪真要追到自己跟前的可怎么办呢, 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, 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, 这几位都是四专口音, 一说司马仪听出来, 这就麻烦了, 众军校啊, 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, 不管怎么说, 还得说咱的丞相, 咱丞相啊, 哪真是一位神人呢, 看见没有, 没费吹灰之力啊, 就让咱们化化妆改办改办, 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争稀大都督司马仪, 给吓得是掉头就跑, 以后这仗啊, 多打点, 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, 怎么呢, 多打点, 司马仪并不那么好糊弄啊, 这一冲一撞行啊, 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, 那就不好办了, 众军校一听啊, 丞相说得有理啊, 正在这时啊, 那吴城城外是一阵打乱了, 坏了, 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, 司马一鸣都过味儿来了, 赶快去看看, 这军校就要登城巨战, 哎, 郭亮摆了摆手, 不必这么惊慌, 把四门打开, 是咱隔麦子的大军回来了, 是吗, 大家按照丞相说的, 把四门打开, 这么一看可不是吗, 可, 可, 这这各个塞路全都满了, 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啊, 那骡驼舵子一排一行, 一溜一溜的, 打车小亮没个尽头啊, 感情啊, 隔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, 诸葛亮在装神, 诱敌司马仪的同时啊, 马带他们这几员大将, 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联了, 卖田不是多吗, 军校也多呀, 大半夜的工夫, 白隆西所有的卖田, 都给割光了, 把麦苏从拉回来, 一度接一度呀, 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, 再马呀, 这麦苏呀, 就要磨天鱼了, 马得太高了, 这得什么时候晒呀, 那还能耽误时间吗, 马上就得开晒, 这时啊, 由探报报尽了上规曹卫的大营, 司马仪这么一听什么, 西蜀军干什么呢, 在打麦场, 翻腾麦子呢, 感情把隆西的麦田都给割了, 哎呀, 嘿嘿, 司马仪一跺脚啊, 明白了, 明白什么, 我中了诸葛亮的技了, 他这是来狂哄我, 大概就在他狂我的同时, 他派军校已经开帘割麦了, 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, 大半夜的工事, 半拢西的麦子都给割了, 哎呀, 是司马仪百思不解的, 诸葛亮宽我也好, 用技也罢, 那天晚上怎么雾气成成, 那么多诸葛亮呢, 这事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,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, 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, 格麦的小校, 司马仪这么一听, 哦, 说得好啊, 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, 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, 真捉到了一个格麦小校, 可不真的吗, 怎么回事呢, 这小校啊, 麦子也格完了, 他迷了路了, 给带进了曹伟大营, 可把他吓坏了, 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, 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, 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仪, 下了一哆嗦, 一眼就看出来了, 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, 征兮大都督司马仪, 司马仪看, 小校紧张掉命, 他微微一笑, 你不必害怕, 进前来, 把他叫在跟前来, 只要你跟我说实话, 我绝不加害你, 而且我还要重赏你, 放你回去, 你看如何, 哎呀, 司马都督, 不知道您问我什么, 是我知道的, 我准全说呀, 嗯, 我来问你, 你们军营之中, 有几位汉城乡诸葛亮, 这小校已经乐了, 就一位, 哎呀, 那么那天晚上来接我的大营, 怎么会四辆四轮车, 四个诸葛亮, 哦, 小校一听司马都督, 其实啊, 来到你原门前, 讨战的, 那是我家丞相, 秦宇的那三位, 那都是军校改办的, 哦, 他带了些什么人马, 都是些军兵啊, 都是天神, 看也哪来的天神鬼怪啊, 那都是一些军校, 把头发披森开了, 光着脚, 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, 哦, 我再问你, 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, 雾气昭昭, 阴气腾腾呢, 从老远这么一看, 你也茫茫看不清楚, 哦, 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, 在未来讨战之前, 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, 把它点着了之后, 广袤烟不齐火, 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, 哎呀呀, 司马一听到这儿, 俩手一脱胡须, 他仰天长叹, 哎, 诸葛亮, 国有神鬼, 莫测之机, 瞧我这荡伤, 嘿嘿, 麦子也没看住, 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, 他把袍袖一摆, 吩咐一声, 赏过小笑, 打发他走, 旁边的郭怀一看, 司马一够窝囊的, 可是总是这么闭着原门不战, 这不是个事, 都督, 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, 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, 这算得了什么呢, 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, 司马一听啊, 按你这意思呢, 全军覆没啊, 不是, 您不用着急, 我说呀, 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, 吃了这么点苦头, 这算不得什么, 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, 我想他呀, 还没来得及, 把那麦子晒干, 磨成面, 借此机会, 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, 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, 我领兵在前, 前后两气加攻啊, 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, 大败诸葛亮, 然后咱把这麦子忘回这么一拉, 诸葛亮总算逃生, 他能逃到哪儿去, 不是您说过了吗, 君无良自乱, 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, 这么上火, 他到了龙溪, 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, 咱再给他夺回来, 他就没法再打了, 他的粮草接近不上, 独占自败, 到时候他们汉中一退, 咱们随后追杀, 岂不是大获全胜啊, 嗯, 司马仪点了点头, 郭怀这主意不错, 可有一样啊, 郭怀将军, 你可不要忘了, 诸葛亮诡计多端啊, 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, 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, 哎, 郭怀一听嘟嘟啊, 哎, 您可不能这么想, 常言说智者千律, 必有一失啊, 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, 这不是事儿, 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, 现在在三军当中, 都有点传说了, 司马仪听传说什么, 传说都督您啊, 是位属龙虎, 郭怀有点急了, 他唧一唧司马仪, 就是说您呢, 怕西蜀军呢, 就像怕老虎一样, 总怕随时把你吃了, 司马仪怎么一听啊, 用手一拍摔汗, 啪, 可恼不怕, 嘿嘿, 司马仪摇了摇头, 闹什么呀, 说我位西蜀如虎, 就如虎呗, 可但是人家郭怀说的也有理, 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, 应该攻一攻卢城, 说不定, 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, 还许捉住诸葛亮呢, 也未可知啊, 郭怀将军, 就以你之见, 你我今夜分兵去取卢城, 不过可有一样, 郭将军, 你可要多加小心啊, 郭怀差点笑出声来, 心说准时这句, 都督啊, 您总加着小心来着, 哼, 揪着个心, 攥着个肺, 夹着个肝, 可是那亏也没少吃, 我记住您的话, 加小心就是, 当夜他们分兵, 悄悄的来取卢城, 等到三更里过, 人马接近卢城的时候, 郭怀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, 这卢城啊, 竟悄悄鸦雀无声, 一点灯火亮不见, 城头上一杆惊奇没有, 这卢城这静啊, 静得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, 也不知道为什么, 静得有点怕人, 郭怀白马勒住了, 他派个小校, 赶快过去探一探, 看看城中可有动静, 这小校跑去的快, 回来的也快, 启禀将军, 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, 好像并没有君族罢首, 那还不算, 城门虚眼, 那城门啊, 没关, 就那么掩着呢, 好, 郭怀吓了一跳, 心中这怎么回事啊, 是不是诸葛亮, 有房的呀, 不能吧, 呵呵, 郭怀转天一想, 大概是啊, 人的武艺太高了, 就一高人胆大, 这诸葛亮啊, 巧用这么一个计策, 吓跑了我家都督, 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, 他这一高兴, 靠上三军, 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, 没准, 来, 敬此功证, 别愣着, 他一抬腿嘎啷一下, 有咬宁魂得胜钩, 把大刀就摘下来, 郭怀把手里大刀, 这么一百三军就拥到了城下, 刚一接见人家鲁城, 突然听城头, 一声炮响, 刻紧跟着城楼上, 手万箭齐发呀, 哎呀, 郭怀在凳中一跺脚, 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, 嗨, 郭怀心想啊, 已经来了, 是我给都督司马仪踢得行, 这样大败而回, 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, 今儿我拿人垫呢, 也得垫进这座鲁城, 我哪里抢一捆耐子呢, 也算我没白来呀, 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望里攻, 就在这时, 司马仪的人马也到了, 司马仪这么一听什么, 郭怀已经开始攻城了, 哦, 诸葛亮有准备, 你看怎么样, 嘿嘿, 这诸葛亮, 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, 他的营再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揭露呢, 我说郭怀他也不信呢, 既然来了, 我能够袖手旁观吗, 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怀, 打吧, 司马仪把令旗子一摆刚要望上宫, 这时, 就停在麦田之中, 四面八方, 一起响炮, 炮古临天, 金鼓打坐, 汗杀声震而欲聋了, 怎么回事, 感情在麦田里边, 埋伏着无数西蜀军, 诸葛亮早有准备了, 那当然了, 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, 大大方方的, 一亮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, 那倒行啊, 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, 马带来禀报, 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, 走丢了一个人, 诸葛亮一听, 哦, 走丢了一个, 他想了想不好, 怎么, 走丢这个小校, 一是迷了路, 第二说不定, 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, 要是迷路不要紧, 还能找回来, 要让司马仪把他捉了去, 这可就麻烦了, 不单呢, 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路, 那就是连自己啊, 装神, 也得让司马仪知道了, 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, 司马仪肯定来鲁城夺麦啊, 哦, 我把麦子搁下来, 让司马仪再抢回去, 合着, 我从骑山大了远的, 带着这么些人马, 上这儿来给司马仪尽义务来了, 那哪儿行啊, 诸葛亮心想, 司马仪, 一个卖岁, 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, 诸葛丞相想到这儿, 他立刻传令, 派四元大将, 各领五千精兵, 埋伏在这麦田里, 等司马仪来鲁城的时候, 只要听我城楼上泡一响, 箭已发, 你们就望上冲杀呀, 几元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, 当王麦田里一埋伏的时候, 众家将校都服了, 服了丞相神算过人, 怪不得开始开连阁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广哥那麦孙, 把那麦景留得长一点, 感情是为了藏人, 哎呀, 这司马仪他真敢来供咱的鲁城吗, 嘿, 还真来了, 炮身子闭响啊, 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, 喝这场混战, 从半夜杀到天明, 把司马仪和郭怀呀, 杀得大败, 司马仪怎么又败了, 他带的人并不少, 人是不少, 这胆不行, 怎么回事, 这些军校, 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, 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, 他们就有点犯和解, 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, 上鲁城夺麦子去, 去活捉诸葛亮, 啊, 大伙一听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, 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, 人诸葛亮是神仙, 带那些神兵, 咱没看见是怎么着, 你说那有什么用啊, 兵听将令, 让咱去就得去, 本来大伙啊, 就前怕狼后怕虎的, 多多梭来的, 忽然城头泡一响, 把大伙吓一跳, 曹魏军一看, 你们瞧见没有, 这整个鲁城啊, 都雾气招招, 旁边那厅啊, 你眼花了, 鲁城哪来的雾气招招, 这还没弄明白呢, 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沙, 更晕了, 坏了, 到处都有天兵神将, 咱们哪, 多余来呀, 快跑吧, 不战自乱, 能不败, 嘿嘿, 这郭怀和司马仪呀, 败的这惨项可太寒碜了, 咱们郭怀是亏歪假邪, 跑回来, 司马仪连头盔都跑丢了, 回到大寨, 查点人数, 人拿折去大半, 司马仪瞅了瞅郭怀, 点了点头啊, 无声胜有声啊, 哪意思啊, 郭将军, 以后这主意啊, 你少出点了, 郭怀也憋了一肚子气, 真都怪了啊, 咱们跟这诸葛亮打仗, 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, 他瞅了瞅司马仪的神态, 郭怀心想甭问了, 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, 原门紧闭, 干脆我替都督传的, 哎呀, 将原门紧闭, 满来, 让司马仪给拦住了, 又喝, 郭怀一瞧行了, 怎么, 我家司马都督, 没让人家西叔给吓住, 司马仪吩咐, 不许关闭原门, 将原门打开, 精神点, 胜败乃君家之常事, 老夫一定要学着两次重计之恨, 他立刻传令, 让孙礼, 同帅雍梁二十万人马, 跟我和兵一处, 踏平鲁城, 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, 我的人多呀, 我给你来个以数量对质量, 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了, 司马仪传令, 让郭怀与张河分兵两万, 下断西叔的两道, 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, 好吗? 谢谢大家